我在台湾不吃台湾生长的东西 要去买外国的东西来 这就不自然了 它不是我这儿土生的 现在明明快到冬天 我要吃夏天的东西 夏天的东西买得到买不到 买得到 由此可知 我们现在是不能随顺自然 随顺自己的嗜好 于是找来一生的毛病 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哪个地区 就吃它当地的东西 当时生长的东西 这就是最健康的生活 如果再讲求 那就很麻烦了 怎么个做法 甚至烧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柴火 它院里的那个规矩可大了 那学问就大了 现在人我想 没有人会用那么样 繁琐的方法来生活了 但是他讲的这个 实实在在有道理 我们佛法讲虽远 将顺着自然 顺着自然 就最健康的 所以教你 随云而不盼云 你这一生就过得 非常幸福 自在美满 你不会沉默 你不会忧悔 我们如果有这些毛病 把这段经文可以多念 再看下面一段 善心意 云或其心 不惊 不恐 不不 这也是我们现代社会 常常见到的大问题 我们对自己 以及对自己周边的环境 常常有恐惧 不安 想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找来找去 总是找不到 你说台湾社会不安全 你移民到美国 到了美国住了几个月 美国也不安全 你再去找 找遍全世界 没有一个地方安全的 你怎么办 这是现代的确实 当然这个里面因素 非常非常之多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如何能够求得身心的安稳 这还是一句老话 心安 要身心安稳 理得 你把道理搞清楚 你身心就安稳 心安是理得到了 你要得到了 你的心就安了 理是什么呢 理是个道理 大宇宙的演变 运行循环 小是一个人 我们中国人讲 一个人的命运 你能够彻底明白了 你的心自然就安了 这个事情 显示的最明白的 这你们大家都知道 袁了凡先生 你们都读过了凡书学 袁了凡先生 为什么身心难闻 跟云谷禅师 在禅堂里面打坐 一坐就是坐了 三天三夜 不起一个念头 这样的人少有啊 云谷禅师看到这个现象 赞叹他 佩服他了 你的功夫不错 三天这么长的时间 你能够把妄念止住 不起一个念头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可是了凡先生 他很老实 他告诉云谷禅师说 他说我不是有功夫 我不是有禅定啊 那是什么呢 他说我因为命啊 被孔先生算定了 我打妄想也没用 云谷禅师一听着 哈哈大笑 我以为你是有功夫的圣人 原来你还是个凡夫 那个凡夫 我常讲标准凡夫 我们连标准凡夫都做不到啊 那才是个标准凡夫 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 所以什么妄想都不大 了凡算他运气不错 遇到云谷大使 云谷大使骄傲到他了 命运有不错 人确实有命运 但是命运可以改变的 孔先生给他算命运呢 是算定的 但是孔先生只能算一个人的命运 不懂得如何改造命运 这个是得利于云谷大使教导他一套改造命运的方法 他一教奉行 那果然跟他算的完全就不准 所以命运是自己造的 自己造 当然自己可以改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别人不能给你改的 别人 哎呀你花多少钱去改个命 那是骗你的 哪有这种道理 如果别人给你造的 他当然他可以用能力给你改啊 命是自己造的 别人怎么能给你改啊 不佛菩萨 对于我们要无可奈何 佛菩萨要能替人改造命运 他不替我改造命运 他就不慈悲啊 佛菩萨不讲假话了 这个事情他办不到 他只能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方法说出来 做还得让你自己去做 你才能受到效果 所以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 怎么样能够做到身心安稳 不惊不恐不不 离开一切恐怖 下面佛教给我们 给 善心说就是给我们说 所以 是菩萨 普与一切意见 意识见 不得不见 我们先看这一段 前面讲的 是心不沉默 也不优惠 这个说的西 的确是很深的心理现象 这个恐怖啊 这个像粗 比前面来讲是粗 来得很强烈 它从哪里来的呢 从意里头来的 意就是意识 像中讲的第六意识 这个是如果再把第七识加进去呢 这个莫纳叫一根 充其量都是从意识里面发生的 所以比前面这个像来得错 一根跟一石 要从它起这个作用上 来说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分别之主 意识是分别 一根是之主 莫纳是之主 意识是分别 由此可知 这个惊慌恐怖 是你的分别执着里面 发生的现象 菩萨说 这个菩萨 他与一切意识界 这个界 用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范围 他意识的范围 他意识的范围 前面这个意识界呢 意识就是一根 就是莫纳 莫纳式的范围 意识的范围 他起作用这个范围 不得不见 这两个四个字 跟前面是一根解释 前面的范围是讲八十五十一星所 这是讲八十五十一星所里面的一部分 这是讲八十五十一星所里面的一部分 统统归纳在有违法里面 你看金刚经不是说的很明白吗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电 映作如是观 那一个违法是哪些呢 心法心所法色法 心不相应心法 几乎把这个虚空法界 所有一切通通包含进来 我们现代人这个范围 没有佛讲的那么详细 现在人讲精神 讲物质 心心俗是精神 色法是物质 这个不相应刑法 用现代的话叫抽象的概念 这个东西 有这个四 但是没有提 那不是真实的 抽象概念 你不能说它没有 而实际上它也是了不可得 你了解这些四十真相 你也不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于是你在一切法里面 惊慌恐怖自然就没有了 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呢 反而是有这些事情 说个实实在在的话 做最粗浅的话 大多数是从得实这个妄想里头发生的 你对于一切法没有得实的念头 你怎么会有恐怖 凡是身恐怖一定都是其他人 当然其他的因素也有 最主要的是得实这个妄想里 没有得到的 没有得到的怕得不到 得到的怕失掉 所以才有惊慌恐怖啊 如果晓得一切法不可得 那这种现象自然就没有了 再看后面这一段 这一段没有问 而是佛教者善限的 给他说的 经论上 凡是佛说话之前 教者名字 意思是提醒他注意 后面有很重要的话要讲 叫他注意听 教者善限 修行般若般若密多事 云业牵出不得般若般若密 不得般若般若密多名 不得菩萨不得菩萨名 不得菩萨心 应如是教界教授诸菩萨 另于般若般若密多 修学究竟 这个总结结得好啊 真是智慧 修行般若不得菩萨 这两个字要一定认识清楚 修是修理 是修正 行就是做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造作 其心动力 是我们心的心 心在那里行动 言语是口在心 在心动 身体的一举一动 是生的心 行的再多 用这三条 三条就全都归纳下来 生 口 意 全部都归纳了 我们身与意的行持 有了错误 一定要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做修行 修行 简单的说 修正错误的行为 那这个行为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你的思想 你的见解 你的言语 你的造作 有错误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这个地方 所说的呢 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士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士 在那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现在讲这个 波罗纲要的时候 是不是在你念 波罗经的时候 不是的 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待人觉悟 是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波罗纳是高度的智慧 用现在的话来说 高度的智慧 圆满的智慧 究竟的智慧 智慧是我们的生活 穿衣吃饭 点点滴滴 都表现高度智慧 这就叫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士 那要怎么个修法呢 佛哉思地教给我们一个原则 于一切出 不得般若波罗蜜多 这个名词说语 我们要懂得 般若犯作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